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看看两岸经济合作协议 ECFA终于在立法院过关了 那么朝野从昨晚 早上九点半开始 那么审查超过了足足十个钟头 双方甚至发言了上百次 那么经过一共多达十九次的表决 ECFA终于在民进党坚持逐条审查 而国民党要求全案表决之下 三读过了关 那么当然呢 在经过这个十个小时的审查之后 二次临时会 从这个重头戏 ECFA终于是经过了三读之后 是顺利的过关 好但是呢 在我们看到这个ECFA这么一过 可是呢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却也同时的看到 你感觉好像两岸 不论是在经贸 或者是在文化 好像持续都有一些推展 这样子一个氛围之下 却又同时看到美国方面呢 公布了这个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 而特别呢 好像是在提出警告 说这现在目前台湾呢 是似乎在这个军力方面 已经跟大陆相比呢 严重的出现了失衡的现象 那么尤其呢 这个大陆对台的部署 丝毫没有减少 可是有上千枚的这个飞弹 是对准着台湾的 那么其中包括像是东风11型 以及东风15型导弹 要怎么样来看这样子的一个 好像非常非常有对比的一个这个新闻画面 我想是不是可以先请兰轩来做一个评论 对其实当然是我觉得蛮讽刺的啦 那所以呢这部分的话就谈到说 其实到底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一个就是说到底这个中国大陆的军力报告 美国告诉我们在里面写了一些评估 是冲着谁的目的在哪里 比如说他其实真正在意的是中国大陆 我相信 然后呢对于台湾来说的话 我们当然每次一讲到呢 两岸的军力失衡 我们就开始突然之间有了军购的压力 就觉得说哎呀又要卖武器了 所以他们可能又要选取了又缺钱了 这部分的话 其实这不是故意的捂命 而是一个经验法则 就向来来说的话确实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但是问题在于说 我们真的想买的武器 他们常常又不卖给我们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一个中美台之间 一直蛮错综复杂的一个政治也好 那么一个亚太的一个权力的 这样的一个板块的游戏也好 这样的一个难题 那所以你看马上马英九就回应说 那要啊要 我们要买这个F16 CD战机 那你不要卖给我们啊 那他们就是最不想卖这个给我们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话显然的 我觉得他有些部分 就希望能够台湾增加军购 这部分的话 我相信他的用意是有的 那再一个就是说呢 有关于中国坦白讲 中国这段时间 大家也看到他的经济发展了 他甚至呢在上一季的时候 他的整个经济成长 他不是已经超越日本 成为这个第二大的经济体 很多人认为说再下去的话 可能全年大概一算起来 搞不好就是一个趋势了 那所以我觉得当这个中国大陆 经济学起和平崛起的同时 你会发现呢 真正美国他不是那么的 看到目前他们这个互相访问 好像一副呢 非常和乐啊 开心那样 不是这个样子哦 你会注意到有两个部分 南海问题跟黄海问题 其实像前段时间 为什么他们要在黄海 要再跟南海举行军事的演习 也就是真的冲着北韩而已吗 还是他其实是要在这个中国的东北边 给他一点点某个程度的压力 因为其实中国已经越来越强大了嘛 那除了黄海之外 你知道多好玩吗 那个时候希拉蕾呢 他去参加有关于南韩跟美国的军事演习的同时 他突然飞飞飞飞停在了越南 那他在越南的时候 跟越南谈了什么东西呢 他涉及到是一个南海的问题 因为呢 这个部分的话也是 中国大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跟据点 他去跟他谈跟越南合作 进行相关的核子相关的合作 那你就觉得很奇怪啦 他不是因为北韩在释报核武 因此才会有一些紧张关系 他是反对的 所以他用强力的军事演习 希望对北韩进行警告 他在南海的地方 他因为他自己的需求 所以他又要跟越南进行相关的核子合作 所以我的意思说 你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担心中国大陆 在亚洲这部分的崛起 而成为亚洲的龙头老大这部分 他心里面是真的蛮忧心的 所以我觉得真正这样的军力报告 你要去看这个部分 所以他这样的军力报告 当然是蛮权威的啦 所以钟景点也看到了 所以相对来讲中国大陆也是 我们在台湾因为长期以来的 一个历史上面的关系 一个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个 因为过去历史分割的一些恐惧 我觉得我们会常常觉得 哦 这武器对着你 坦白讲它不是不会对着我们 一定有一部分对着我们 但是的话它大部分的话 你说它为了谁 它现在最新的一个发展 是所谓的第二岛链 它瞄准的是谁 它不是针对日本啦 台湾啦 菲律宾这一串所谓的第一岛链 进行部署 它的这个飞弹是打到关岛去的 那就是所谓的第二岛链 是美国的在亚太地区的前哨战了 所以我的意思说 其实从这个军力的发展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 中美之间的更多的一些权力游戏 这部分其实更有意思 那台湾当然在今天都是报道对台湾的这个威胁啦 那在台湾威胁这部分的话 回过头来讲 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 过去每一年都增加了飞弹数量 今年没增加 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不能观察的地方 你当然还说你看没减少 是啊没减少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应该知道说 大家其实期待你能够减少 不是没有增加而已 那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在某个程度来讲 你说和平可不可能让武器是备而不用的 我觉得有可能 但是你基本上面的自我防备的能力 当然不能够因此而掉以轻心 不就是一个基本的状况吗 好 穆华你提供一下你的意见跟看法 好 最近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 叫杭士基来台湾做演讲 Chunsky 他讲一句话非常有趣 他是美国人 他讲说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 然后呢他说台湾是帮凶 那这个杭士基为什么讲这个话呢 事实上呢跟这个今天我们谈的这个主题有关 叫做中国军力报告 请问全世界有哪个国家发布了美国军力报告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武器出口国啊 他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战备国家 他拥有的核弹数量比全世界哪一个国家都多 可是他要管制其他国家发展军备跟武力 好 穆华等一下让你讲 因为你的麦克风好像没别好 好来 辉文先 辉文刚刚你也在举手你急着要讲 我也没有急着要讲 我也没什么好奇 但是我要先跟主持人检举 我们来宾有两个人把这个内裤外穿 谁呢 第一个就是慕华兄 内裤外穿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 因为我们两个都穿西装 民进党立委说 EKBA签下去就是 西装外来穿 所以我现在两个穿 穿两个是来穿 我穿内裤上节目 实在很可怜 但真的拿西装去外来穿 这就是我们的民进党 刚刚主持人讲EKBA签了 是昨天晚上EKBA是在立法院 一直表决 表决比赛 终于表决结束了 到底在吵什么 我觉得很好奇说 大家知不知道EKBA已经表决通过 第一个知道这个事情的 观众朋友不多 关心的也不多 了解EKBA也不多 然后呼噜呼噜就这样过了 更悲哀的是昨天在 这个国民党的 立院党团里面还闹内讧 关于之前那个锁门有没有 还有那个立委昏倒的 那个赵立云不是昏倒吗 还送医院吗 就陆森三法的那个打架的部分 所以现在也不打 陆森三法的3600部 也部分也可能要入法之后 然后就算了 所以主持人我要强调就是说 本来是坚持不承认 这个所谓的大陆学历 坚持不能让陆森来台 坚持认为EKBA也抢下 那个钻石换弹珠 谁总换来口的民进党 全部投降 全部投降 可是约莫 观众朋友 约莫也才不到一年的时间 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请问大家 这个是不是内耗跟空转 这个 那你当初在坚持什么 你当初为什么要办公投 当初为什么要上街头 你当初为什么要在立法院打架锁门 还打人打来打去 那到底在吵什么 就吵着我记书杯葛啊 你案子提出来 我就举手说我要修正动议啊 我要干嘛 我要表决什么的 然后就给大家一个交代嘛 那我个人我个人而言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 进动作的事情 不就坚持嘛 我就跟你拼嘛 拼我不是说要拿桌子收台啦 我就跟你拼了嘛 我就拿这个做我五都的诉求嘛 你怎么可以打了老半天 当然国民党也是演戏啦 包括昨天国民党的 立委在那边一直按那个表决器 按那干什么呢 表决器 计时器不是拿来按 是拿来丢的嘛 黄伟哲不是示范过的吗 用看见就好了 这个都是笑话 我们演了一个很难看的笑话 媒体也不重视啊 就像我讲的 就大家喜欢播贺一行 没有人关系他这个就结束了 我问你啦 今天中午1200的各台的新闻 谁在跟你播AQ啊 就表决过过了就算了 不是这样子吗 那当初的那些内耗跟空转 那些社会成本 吵了老半天 原来民进党 陆生来台 民进党也不是那么反对吧 原来签AQ吧 民进党也没什么意见啊 那我们到底在吵什么呢 那如果我们其他的议题 说穿的也是民进党 去演假的 抗议假的 那其实我们对建户来看 那个监督制衡的力量 没了呢 原来你的监督制衡是假的 不过我倒是有另外一个观点 我觉得民进党吵一吵 中共还是会让利 有多让利 老大他应该继续炒 对啊 昨天应该继续炒就对啊 他以后还会谈 他还会炒 我认为民进党还会继续炒 而且我鼓励 我鼓励他要继续炒 那军购 就会炒的就有糖吃 不是 一定要炒嘛 炒的马英九才会要不要益醉啊 那中共为了扶马英九 才会让利给国民党啊 不是这样子吗 那如果民进党跟国民党 都一样 立场都一致的话 中共就好好来 大家每一条来谈 为什么 你能过来我不能过去 就不好谈了嘛 现在让利给我们 他真的有让利给我们 我到大陆去啊 那些大陆那些人 很多人 他们共产党都很气啊 我们真的是 让利让很多给你们 世界上没有这种谈判方式的 他兄弟嘛 他把我们当兄弟 但是我们 我都认为兄弟是可以 但是父子就不可以了 对 他是父 我们是子不可以 当兄弟 我倒是还可以 那我是反对军购的 不管 因为我们台湾跟大陆的 军力失衡 一定会越来越严重 怎么可能不越来越严重呢 大陆他有发展武器 然后又是专制统治 台湾那个兵 现在又改成木兵 慢慢啊 都是这些少爷兵 那你买那个武器干嘛 你买武器跟道路打吗 美国给你是防卫性武器 不是给你攻击性武器 防卫性武器干什么呢 你干脆你不要防卫了 因为中共也不会打你 真的要打来你也打不赢 你不会打赢的嘛 你拥有很多武器 真的打起来 反而台湾反而受的很 会比较惨的 我们的重点是在美国防卫我们 美国来防卫我们 纳入我们 什么日本美国这个防卫 我们只要靠美国 美国哪些不理你 我们就投降了嘛 不是这样吗 那林农兵讲 美国防卫台湾是有心无力 美国会为台湾跟中共打仗吗 那给你武器 就算给你攻击性武器 你也不敢打大陆啊 那你把那些 那么多钱去买 军构干什么 给你枪你不敢开 没钱没钱 摆着好看 那就摆一把玩具箱就好了 买一些模棱 在那边模棱 模棱 可是我们军队有在模棱 有在训练就好了 把身体练好一点 国民兵救救灾就行了嘛 不是这样子吗 好 对 再回来听乌华的意见 马上回来